没化妆啊 当风格不同的闺蜜互相给对方化妆 并说 就这么的意思吧都是小姐 我今天要给你化这个妆啊 绝对是你十八年了 最漂亮的一次 卧槽 想不到吧 你以为我就没准备了 哎呀 没那么神秘 我也说这个妆一化完 就是你2023年喝的男人 就都你心动那种 就是我 OK那还是老规矩啊 最后呢由你们来决定 我和就是小姐姐的手艺 更神秘潮物 那咱们说的人就顶着那个妆 我们就去酒吧 开始 首先啊我的这个妆的精髓啊 就是在于她的一个整体的面部 一个轮廓感和太可毛流感 下来发眉毛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眼妆 用上的眼影啊都是那种比较偏的 棕色系的 就慢慢地自己搭裂 嗯 因为她们在想要帮我摘下来 那我就会知道她们可以 跟她们的眼睛 去关门在分裂 啊 要转 呜 就很漂亮 在那边 Sawadika 那么这个妆的重点啊 咱们第一不能放在 对吗 把你的小帅包拿 像双手套 那看一下 侧领导完咱们下不来 来打 第一 好 没有心急 可以 做完妆 再用这个色 高光色 提亮一下 咱们看4M啊 远远不分啊 咱们还是主打一个东西 等一下我们接下来 眼粉蓝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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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这个 她的这个底 都冰了 这些是 一直都有人说 我欺负她 你看我这瘦肉的样子 甚至欺负了她的吗 你这鞋的帽子会太牛了 不行吧 这个好看 啊 看吧 我去 那么硬 这个眼睛就是 比那牛眼还烫 3 2 1 哇 感觉自己就赢了 下一步呢就是 第二个重点叫做 腮红 我们先拿这种 褐色的耳朵的 它这个大面积的耳朵 再拿一个 稍微伤性 哎呀 真的是忍不住了 哇好像那个芭比 好了我们的会儿结束结尾 咱就说觉得我好看的扣1 觉得她好看的 啥也别扣OK i look at you were talking shit and you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hear it and you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hear it 好看